Miradio在YouTube频道 的直播又或者是新节目啦 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啦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买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和亲自上去普罗之外 还可以经PayMe、转数快 或者Patreon来交月费 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 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5加入移民签证一条龙服务 包括买楼放租、子女升学 和到部后一切生活支援 宏愿移民帮到你 快打查询二线62144300 62144300查询 比赏人生新一业 宏愿移民帮到你 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创业加签证 1月23号 台湾移民港座 一一同你分享 报名及查询 请致电62144300 62144300找宋生啦 第2节 陳昌博士,你有没有看过这个《Matrix》 是的,我年纪大到已经是有看过的 因为我知道你很年轻的 基本上没有看过的 没有看过都听过啦 但是最近他好像放了上Netflix 令到很多人又有很多人 炒出来看的 是的,你对于里面的剧情 就是电脑的部分 你觉得会不会发生呢? 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说 那个《Matrix》第一集的故事背景是说什么呢? 它又说的是这个去到22世纪 就出现了一个人工智能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对抗 甚至乎人工智能就变成了一个对于奴役人类的一个殖民者 他就是扮演一个殖民者的角色 他有能力去抑制其他想伤害他的物种 包括人类 然后就是他懂得去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个防止被毁灭的策略 和自己有一个不停地复制和维持的能力 那这个就是那个《Matrix》故事的背景 但是那个故事它的原生的设计 就是源起于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对抗 出现了一个变化 才有这个后续这样的故事 那就是我们 如果大家无论你喜欢科学好、科幻好 那你都会很留意现在我们现时的 那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嗯 的而且我们看到是一日千里的 尤其是去到近年说的那些叫Machine Learning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 在局部下某一些的问题里面 那个的 还有某些的游戏法则里面 就电脑赢人脑就这样了 嗯 就是你问我就是说 会不会再有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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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我一样东西就是 会不会再出现 未来的世界级对抗 有个李世锡 跟某个 围棋 就是人工智能去对抗 然后就很激烈 那很老实说 我现在预期 以那个人工智能进步的能力 就未来那些围棋大师 与这个人工智能围棋的对抗 就没什么好看的了 基本上都是人工智能赢了 就是我可以这么说 是 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 可能李世锡就是叫做 那么多局里面赢了一局 他就已经很高手了 嗯 其他的那些呢 就是其他的所谓的高手 全部都是一局都没得赢的 嗯 那个赢的局 就是刚好那局 他有得行闪落子 他就有了一个好处 就是叫做多了这个优势 但是基本上你预了那个深度学习 马上就已经可以彌补回这个不足 就在这个旗局之间再学习回 就已经呢 就摸高一丈了 嗯 那就是大家可能就将这个问题 可以不断延伸 那如果在世界上 每一样东西里面 都可以呢 你设计到就是说 这个的电脑 人工智能 可以赢人脑 譬如说 如果说 我去做抽象画比赛 然后呢 最后抽象画 人工智能抽象画 就拿奖 赢了这个人类 然后呢 甚至乎你做设计 譬如做那些 做建筑设计那些 建筑师那些 你原来最后呢 是那个人工智能 你可以设计到 赢了这个人类的 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 你再延伸多一点 不只是围棋上面的博弈 在这个金融世界 你去怎样做投资决定 甚至乎是这个国际政治的世界 怎样是国和国之间的对抗 原来你都发觉 可以用的人工智能赢完的时候呢 那你说会不会有一天 是出现到一个 就好像Matrix里面讲的那个桥段 另外当然就是你要配合 就是说 在那个robotics那里 机械人发展那里 会不会就是说 你容许这个人工智能 去自己去主理 去控制一些的机械 然后可以落手落脚做些东西 OK 可能甚至乎是一个单兵 落手落脚去打仗 执行任务 它是一个机械 最后是一个terminator 这样 那会不会最后出现的情况 就是 原来他们是会逾越了 原先你设计计的界限 来做一些超乎你想像的东西 然后甚至叛变了 你就出现了Matrix 那个状况 那这个就是 由这一路去想下去 就是大家会担心 会不会是有一个 所谓super intelligence的AI 这样的出现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 那以前有个很著名的 呼喊小学家 Isaac Asimov 都写过这个故事 是机械半变 但是 如果我们组得几年前 甚至十年前 我们要纯粹当为一个 科幻小说的角度 但是 似乎现在已经是去到一个 真正 我们是见到这个 那个水平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对于 《人工智能》的 深度学习劇 我们不太了解里面的过程是怎样的 我只知道他学到这些东西 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学到这些东西 嗯 有这么说 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去 在一个硬件的设计 还有 开头是给一些导印给他 我们是可以控制他 学得有多少有多少 还有随着电脑运渐能力 越来越高 他就学得越来越快 但是 由个问题本身的性质 就已经界定了那个神经元网络 我们要怎样去设计 那在这里 其实我们已经给了一些 所谓的先天的规限给他 那是不是说 我们很轻易地就可以设计到 人工智能 由他原先是受我们的 给他的制约 而跳出了这种制约 变成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呢 其实这些科幻小说就好像看得很轻 但是实际上执行来说 是非常极之困难的一件事来的 就是你首先就是说 你那个的棋盘 就是你围棋的棋盘 本身已经是那种既定的法则 怎样为之赢 怎样为之输 你这些都是首先由设计者本身是给了下去 然后他自己透过自己的生度学习 就去捉赢这个围棋的意思 就是在一个既定设计的 游戏设定的法则之内 去尝试去赢你这个人类 他会不会 你会不会说可以教他自己设计 另外一个法则 设计一盘新的棋 去和你去捉赢 去捉赢你 有这回事没有呢 我想就非常非常困难 就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不只是靠你 单单给他更加强的CPU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因为你去设计一个不是Super Intelligence的AI 和一个已经达到Super Intelligence的AI 是两个世界来的 那什么超级智慧的人工智能 是怎样解释呢 这个字 他其实就有一个比较严谨的 有点数学一点的定义 就是这样 如果我用企图避开的那些素式来说 就是呢 他是懂得去自己设计自己 就是你可以说 我现在要自己设计一些AI这么辛苦 为每一个的游戏 为每一个奇局 不是奇局 为每一种的奇类 为每一种的运动 为每一种的对抗 都要设计一个 我设计一个AI 很烦而已 就是我可不可以 不如这样 我教识这个人工智能 去设计一个人工智能 那就解决很多问题了 当我设计一个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 懂得设计每个不同的游戏 譬如现在是法庭打官司的游戏 设计一个 找案例找得最快的AI 另外再设计另外一个建筑师的行业 我就设计一个AI建筑师 你赢了世界上的奖项 以及拿了这么多设计 拿了这么多的单单 而且做得很便宜 那就取代建筑师 那是不是这么容易 你去设计到一个 有设计能力的人工智能呢 做到的话 基本上就是 它所谓一个Super Intelligence AI 但是这件事呢 我都觉得是很科幻很天方夜谭的 暂时都还是 你要受制于那个问题 或者那个游戏本身的限制 去设计做一种AI 令它做得好 就是变成了就是说 很多时候 你都要按着这个法律界 业内行业的需求 去帮助它 来设计一种叫做 找案例的系统 或者设计师 你帮它在资料搜集 和整合方面去做一些东西 都还是一个辅助一些的性质 因为这个问题最精细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能够可以设计到 一个人工智能 有设计的能力 创造的能力 是的 那说明设计创造 这些很经过探索 这样的东西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 所谓的设计 都是要经历过一些 很多的见闻 根据一些过往的经验 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那种中间 如何整合这些资料 来给一些新的东西 你基本上 不太知道法则是怎么样的 那变成了就是我们 就是可以 你可以去 random 招一些很易适流的东西 一些很抽象派的东西 就是出了一些东西 但是说明抽象派的东西 你怎样 justify 这个电脑的抽象派 就一定比人的抽象派 这些很多时候 是一些没什么比较的东西 结果那些这样的 你用电脑来招一些抽象派的画 你给别人玩一下 在网上 你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甚至可以自己 generate 一些 random 的人 的样子给你 譬如是 我特意 generate 一个特征就是 是特别像某一个民族的人 那是这些做得到的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由学生那里 去告诉我 现在你去做一个 社交媒体的那些照片 你想做个假 profile 你又不想抄别人的照片 用别人的照片 扮自己来做假照呢 你是很轻易找到一些 人样 generator 出来的 基本上这个世界上 未必有人是真的这个样子 不过他就扔出来 是什么年龄范围 是什么民族 是你可以认识 做的 是这个做得到的 那做假护照 不是挺好 那是说你做的样子 但是你说要拿来 是不是真的 你做假护照 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 而是仓力解密的问题 那就是另一个层次 当然你说是 拿这个假照出来 去做一本 我们80年代需要的假护照 是非常好的 但是已经没用了 那就是 回回头 问题就是 我们要真真正正做到 这个有自我设计能力的AI 基本上是难的 但是现在 譬如我们 现在都有人会继续思考 那不要摆开 是否设计到的问题先 可能假以时日是设计到的 那如果设计到的时候 我们又没有办法控制它呢 会不会出现Matrix的情况出现呢 其实这个也都有人去 就是在这方面做Computer Science 甚至乎是讲哲学的人 都有兴趣去思考这些问题 那其实呢 刚刚就这个星期 有人都在这些科学的媒体 就是科技的媒体里 都在拿这个问题出来谈 而且就是拿一些的 实际的电脑的运算模拟 去尝试去帮助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比如你可以想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Super Intelligence 出现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 预先设定一些的法则 来去制约它那个 叫做突破人类 抛离人类的速度呢 因为呢 就是完全是一个度高一尺 摩高一丈的问题 你遇到这个 有自我设计不眠不休的人工智能呢 就是摩高一丈来的了 那你现在那个度高一尺 可不可以加快去 或者你可不可以压低 这个摩高一丈 就是增高的能力 然后你那个度高一尺的能力 也是可以增强的 从而令你永远都是吃着它呢 那中间有些东西就有数得算了 譬如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加了这个法则 假设在一个模拟里面 我加一些的法则下去 令到它那个 那个叫做 那个所谓的一种 譬如智慧的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参数 不是增长得那么慢了呢 那你做一个 就是叫做一个 其实我觉得比较后期都挺怡气 因为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怎么发生 就是你去这样模拟了之后 看看最后就是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的情况 是出现了呢 就是我们去 你能够制约得住它 譬如说你可以任由它自由繁殖的 那可能是其中一个变量 另外就是你限制住它 不可以做不可以杀人 定一些约法三章 那可能是有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通常就是 有人去拗的 如果你是 你赴予它自我复制的能力 还有你完全 你可以不给任何道德法则给它 你可以容许去 任何摧毁人 或者保护自己的一些资源 你如果给它这些东西 基本上 大家都预认它是一法不可守守的 现在只不过有人去做一个运算 去模拟一下 这句话似乎是对的 是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那篇文章 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看的话 你会发觉里面 没有什么很硬正的一些 这些数学的论证 其实他们计算过 但怎样计算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刚才你提到 其实有一部电影 已经说了这些东西 就是一部电影说 你到时会继续的 即是你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设定了那个 继续的数据 到时你走到那里 你就断了 就没有了 那部电影就是2020 就是那班太空 即那班机械人 就专做一些地球人 做不到 没有能力做 或者不想做的工作 那就是他们比较聪明的 但是死了一件事 第一件事 他不可以自我繁殖 第二件事 他到某个期限 就自己自我毁灭 就自动识机了 就自动识机了 所以我想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叫他自动识机 刚才我们说的自动识机 都是这篇文章里面 其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horting problem 即他什么时候会停这个问题 即运算的时候 就有什么时候会停 那anyway 就正如陈正人博士说 这个我相信 就是一个危机 但距离现在 我们那个 目前科技的程度 都应该暂时 还有一段距离 他跳得很远的 就是我 就是 跟一些叫做 对人工智能有深入的 一些认识朋友说 其实现在我们玩的 AI 就是never never close to super intelligence 所以这个 这个只不过是 暂时还是一个 叫做哲学层次出现的一件事 现实上面 我们没有任何头緒 去靠近 就是变成 我们现在说的人工智能 大家很容易就跳了去一些很科幻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眼前看到很实际的东西 他就 更加多的 就似乎是扮演一种 叫做 生活辅助上的角色 比较多 是 那他是不是叫做 就是说到 威胁着未来 有十几种的职业 我又不可以说 完全是没有 但是就不会 好像我们所想的 就是一些 譬如是很叫做高階 就是 是需要到 去到很管 就是叫做 很 很 很创造性 用努力比较多的职业 就似乎是比较难被取替 是 但是劳动力就相对 我想很多都在取替的了 就是 譬如 你就算说那些整车行业 其实你整个 如果你真的去到丰田的生产线路 你发觉现在那里的机器多个人 是啊是啊 是啊 好了 那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下一次就回来 是啊 是啊 注意 一分钟 那我詞 这个是 那你 是 甚至 有